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星期二来美国访问 与美国国务卿克里 以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等 奥巴马政府官员举行会谈 关于王毅此次访美的有关情况呢 我们今天在演播室 请到了VOA卫视的记者丽雅 一起来聊聊这个情况 丽雅你好 你好 平章 这次这个王毅访美的消息 好像来得比较突然 似乎这趟行程是临时决定的 那么这趟王毅访美的会谈 主要会谈到哪些问题呢 对 的确这个安排 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 都是昨天才宣布他访美的消息 据我了解这个应该是说 在中国开始在这个西沙群岛部署 一些岛礁上部署的一大系统之后 我想可能是应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克里的邀请 然后王毅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那么关于他要谈的话题 我们先来 我们昨天在这个国务院的新闻记者会上 那个副发言人托纳 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一个说法 国务卿克里会利用这个机会 来讨论双边关系中各个方面的议题 包括气候变化 当然也包括我们对朝鲜 对现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 继续违反网络安全 以及其他共同关心或是关注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南中国海问题 但是无疑这将是这个双方要讨论的一个重点的问题 尤其是中国在这个部署的这个导弹 地对空 先进的地对空导弹 尤其我们刚才的新闻里也报了 就是现在也在一些导舵上 安装了一些雷达系统 对 这的确会引起了美方高度的关注 另外我们也谈到就是我们也知道 刚才这个托纳也谈到了 就是说朝鲜问题 显然也会是双方谈到一个谈论的一个重点 对 那就像刚才所说的 中国在这个西叉群岛部署这个地对空导弹 是否真的会对这个南中国海局势的平衡 产生影响呢 不是军事专家 很难从军事的角度来评估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显然 中国方面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加强 这个对南中国海的这个在军事上的一个控制 从外交上来讲 至少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这些举动 无疑会更进一步加剧了 就是有各方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 就是对在该区域进行军事化的这样一个担忧 我们看到这个克里国务卿在上个星期的媒体去表示 就是说他说实际上有很多的证据 每天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中国在这方面一步一步的加强 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方面 也在指责就是说美国方面是在 该地方进行军事化 比如说派遣军舰啊 甚至轰炸机在飞越这些就是 这些岛礁 我们现在看到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从中国外交部那个发言人的一些谈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方面 其实现在就是 Sharpen就是更针对美国方面的一些立场 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反驳 比如说谈到这个航行自由权 美国方面一直认为就是这是一个 我们尽管美国就是不是一个争端的方 但是呢 这个航行自由权 这个贸易的这个航行权 对于美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就是 是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实际上在回答有关提问的时候呢 你可以从他的说法中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非常有针对性反驳 美国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春莹的一个谈话 美国口头上说的是航行自由 心里想的恐怕是海上的绝对霸权吧 所以我们顿促美国停止蓄意的制造紧张 停止挑唆 停止不利于南海和平与稳定的言行 对 对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争论 也确实是非常的针锋相对 那么在这次网易的访美过程当中 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非常深入的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那么你预计网易这次访美 具体能够取得哪些成果呢 对的确从中美两国双方的这个谈话 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显然这次来双方都会有一些 就是就这个南中国海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美国在韩国 要部署这个萨德反弹导弹系统 这个问题会进行就是说 所谓的非常坦率的这个一个交通和交流 当然就是双方进行交流 无疑当会是有助于双方 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对方的立场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也许双方会在朝鲜问题上 会就是达成一些一致 比如说中国方面此前也明确表示 会支持这个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这个新的制裁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目前美中两国 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 包括这个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的问题上 就是这个立场非常的尖锐 中国坚决的反对 美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因为这个他们认为就是严重 威胁到中国的这个战略安全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王毅此行是否会在这个南中国问题上 取得这个进展 我个人是持怀疑的态度 因为可能就是各说各话 双方表明立场 我们预计王毅会坚持反表达 中国对美国就是在南中国 还进行这个行驶航行自由权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美国方面也会绝对的反对 就是中国这个目前在这个岛礁上 部署导弹啊 这个进行军事设施啊 这些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就双方会非常的振奋 想对这个言辞上绝对 我觉得双方都不会是做出一个让步 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双方的冲突还会就是继续下去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王毅此次访美 所取得的成果 以及释放出来的信息